民主共爵新局長 民主共爵新局長 終結六親環保局 終結六親環保局 今天的口號就是希望 李靖永縣長 藉由這一次 宣稱要讓環保局公開 局長公開甄選 那就要做到底 既然要公開甄選 就要真的公開甄選 而且用民主共爵的方式來展現 終結六親環保局的決心 來展現終結六親環保局的決心 尤其是歷任的雲林縣政府 對於六親不斷的縱容 現在公民們已經對 李靖永縣長在六親治理上失去信任 包括那麼多的許可證涉嫌違法 核發給六親 太多的問號跟疑問 大家在面對李靖永縣長 所以李縣長要怎麼展現決心 首先我們覺得 第一個如果沒有完全的公開透明 民主共爵的程序跟原則 我們究竟最終會得到什麼樣的局長 究竟是符合人民期待的局長 還是只是縣長指定內定的局長 是一個傀儡的局長 還是聽從效忠於六親的局長 大家心中無非就這幾個疑問 第一首先既然要公開透明 要怎麼公開透明 我們要求所有的應徵者名單 所有的程序通通要公開透明 假設李縣長真的有心要治理六親污染 他可以怎麼做 還有千萬種做法 首先至少開個記者會 李靖永縣長本能開個記者會 全台灣招兵買馬招募勇士 真的能夠治理六親的 這樣大家才會知道 縣長有太多的做法可以做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縣府在徵求環保局長怎麼做 首先他只有短短一個禮拜的公告 公告在縣府網站上 馬上就下架 請問有誰看得到 請問這樣的公告跟張貼在玉山山頂有什麼差別 這樣算哪門子的公開 其次請問大家知道有哪些應徵者嗎 有哪些徵選辦法嗎 有哪些流程 到底面試面談徵選的過程是怎麼樣 有人知道嗎 一千個一萬個不知道 人民都不知道 這算哪門子的公開 既然李縣長要公開徵選 為何選擇 這種最躲躲藏藏的方式 李縣長如果問心無愧 心裡沒有鬼 何必躲躲藏藏 有一千種一萬種公開方式 民主的方式 為什麼他選擇了最躲藏的方式 莫非大家心中的疑問 李縣長是害怕有民主共爵的局長進去把縣府過去所有黑箱通通掀開嗎 而去擋了縣府的財路 有這種可能嗎 大家心中最大的疑問是這個 好 第二點 至少要舉辦無場公開辯論 如果沒有經過辯論 我們怎麼知道新任的局長他有能力有辦法有決心 甚至願意承諾兌現所有承諾 光是靠辯論過後都還不能保證這個局長真的能夠兌現自理六星的作為 何況是沒有辯論 至少也要向台北市iVoting 公開接受所有公民團體的詢答 事實證明iVoting過後 現在台北市勞工局長賴湘麟經過人民公民的考試他確實是上任之後現在 民意民調反應 討平風評最佳風行雷利的一個局處首長 一樣 如果下一任新任的環保局長連接受公民團體 公開考試公開尋答 都不敢都沒有辦法的話 那請問他上任後能有什麼作為 能有什麼作為 那再來第三最終需要民主決定 如果沒有民主決定 起步 還是縣長 縣府 專斷決定 同樣的道理 這樣的決定最終會選出什麼樣的局長 是效忠於人民 還是效忠於六星的局長 此外 由人民民主決定才有可能帶動全雲林人 最廣泛的關注跟討論 集合民間所有力量 當大家開始討論 我們要投什麼樣的局長 同時也在思考六星污染該如何解決 而這樣子民意的匯聚 才有可能逼迫 地委候選人表態 逼迫總統候選人表態 針對現在 禁燒石油絞與煤 包括六星公開各種議題 所有的事情要如何解決 才有可能一併 形成最大的民意壓力來 破令六星不得不改善 而以縣長如果這樣做 當然是樹立了真正的綠色執政 還給我們乾淨的天空 何樂而不為 樹立了這樣子的典範 何樂而不為 縣長有一千種 一萬種更好的做法來公開透明民主 為何偏偏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選擇的卻是最鬼鬼最最躲躲藏藏 見不得光的做法 我們不禁懷疑縣長不知道在害怕什麼 擔心什麼 顧慮什麼 好 那最後 我們要說一下 雖然現在法律是賦予行政首長任命權 但是法律沒有禁止 行政首長任命權可以由民主決定 如果李縣長有心真心要終結六星 環保局 有太多的做法 希望李縣長可以承諾我們今天 這次我來 爭取 雲林縣環保局的這個職務 是基於我是彰化人 我的故鄉 彰化西湖 正 就在 六星的附近 當然環保的議題不只是空氣污染 或是毒氣 毒水的排放 甚至包括土壤 還有水資源 這些都是環保單位 甚至我們現在面對的 這個垃圾處理的問題 都是 環 環 環境保護局 局長或是整個局 應該要負擔的事情 那我覺得 就是說如果雲林縣 能夠 把這裡的環境做好 我們台灣 就有健康的糧食 人民有健康的空氣可以呼吸 那我們就是知道公務員要依法行政 所有的作為要從法的面向來做處理 那我們有關對市環保局 的局長按照地質法的規定 他是屬於首長 一級機關的首長 地質法規定他是可以由 那個 縣長直接來派任 直接來派任 那縣長為了求財 廣大的求財 所以說要求我們 要對外一個真財 對外真財我們不只是 只有在 只有在我們的 縣府的網站 我們還委託到我們人事行政總處 視求人 視求人的網站 是中央的網站來對外真財 所以說 這次 我們的訊息 不是說只有在 縣府的網站 短短的幾天就下架了 其實我們有到中央的網站去 我們有 這個是比較公開的一個程序 這也是液法的一個程序 如果縣長真有心要公開真財 開個記者會 有什麼了不起 開個記者會 甚至拍個廣告 親自拍個廣告 過一過 有一千種一萬種做法來做 為什麼選擇這種沒有人知道的公開方式 請問這樣叫公開嗎 那目前到底 這個 整個徵選方式的公開是如何 可以 請客長 這邊再次做一個 報告 因為 公開的部分 我記得 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部分 我們縣長就有 對外 對外向外面 做一個宣示 而且媒體也有報導 我記得自由使報跟聯合報我都有看過 所以說這個公開完全是不容置疑的 不容置疑這一個公開的部分 而且 可能各位不太能了解說 人事先總是 事求人那個部分 像全國 是一個公告的一個 一個環境 而且 大家都會去看 那個事求人的部分 我們記得應該是有這個部分的程序已經走完 知學的過程 我們都要在網站公告 我們有事務官跟政務官這個部分 要求到 相關的學歷 還有相關的環保的經驗 相關的環保的經驗 這個部分 在網站上可能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說我們是 有針對環保局的 相關局長的一個資能 有做一個 公告的一個要求 公告的要求 那至於 之後選 我們就是 報名來了以後 這個人就變成一個 人事的一個 徵選 作業 按照 我們申請法 還有按照 那個保密 各項保密的規定 人事徵選的作業 是不可以洩漏的 那所以說 在這裡我沒有辦法跟各位 報告說 大概 這個 往後 徵選的作業 保密的規定 因為 沒辦法跟各位說 到底人有多少位 多少位 那 至於名字 我更沒辦法 更沒有辦法跟各位報告 因為這是一個 個資的問題 個資的問題 所以說 但是我們會舉行 我們會舉行一個 徵才的委員會 徵才的一個委員會 來做一個 徵選的一個 過程 這也是 各個 很多的 企業界 也都會依照這個模式 來做進行 這也是依照 我們的法規 來做一個 進行的 一個情緒 我們會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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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